这一年里我们测试过的 能够以4K分辨率玩3A游戏的迷离主机的CPU 既有9955HX3D 275HX 9800X3D 这样的超级旗舰性能U 也有Ryzen 78845HS 和Ultra 5 225H这样的旗舰标压移动CPU 这几年独显的GPU光山性能 倾步太小 而我们的CPU纯计算性能 相对GPU的提升 就算不慢的了 所以即使不是最顶尖的移动CPU 也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我们 以4K分辨率玩3A游戏的需求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 装置Ultra 5 125U低压移动CPU的 全功能小主机 GMK G-MOK K15 这是一台装置Intel Ultra 5低压移动CPU 同时还装置我们最推荐的超级大门关接口的迷离主机 非常少见 我们曾经帮装置Ultra 5 225H标压移动CPU的华硕LUX 15 Pro 增加了奥克林克接口 让它可以外接独立显卡 而原生版在奥克林克接口的英特尔迷离主机 我们就只看到过G-MOK EVO T1 你看这台K15 是不是就像EVO T1的姐妹型号 GMK G-MOK K15 装置的是Intel Ultra 5 125U 低压移动CPU 12核14线程 类置Intel ARC核显 双DDR5内存4800MHz 3M.2PCIe 4.0X4的NVM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E 后置奥克林克接口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了 电源线 HDMI线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DC电源 255A 一共100W功率 拿起小主机 外照深空灰的金属支架 黑色塑料机身 左下角是G-MOK英文logo 右上角有风扇模式 可能是风扇的LED灯模式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三个USB3.2G2A口 能够PD和DP显示信号 一线通的Type-C接口 前置耳麦口 后面板 20V电源接口 后置音频接口 HDMI 2.1接口 能够PD和DP显示信号 一线通的USB4接口 DP1.4接口 后置奥克林克接口 双USB2.0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这接口非常强大 底部和后部 还有顶盖下方 都有通风口 徒手取下三颗脚垫后 很容易卸下金属支架 底部一个涡轮风扇 顶部一个大风扇 用来给内层和SSD散热 接着卸下两侧四颗螺丝 提起上顶盖的机身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右边就是系统大风扇 双DDR5内存 4800MHz 一组2280的PCIe 3.0X4的NVMe SSD 旁边控制的是两组PCIe 4.0X4的NVMe接口 这是RZ616 Wi-Fi 6E服务线网卡 厂家预装的是单条8G 一共16G的内存 现在这四道 就这也不便宜了 BIOS里看到我们的CPU4 Ultra 5 125U 内存显示是16G DDR5 4800MHz 首页就可以设置性能释放 有安静模式15W 平衡模式25W 性能模式35W 我们设置性能模式35W 来进行本次的测试 这里可以设置来电自起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运营在35W 整机功耗稳定在54W左右 CPU整体频率运营在平均4.1GHz 在单烤的1小时45分钟内 CPU功耗一直保持35W 室温20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9度 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27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33度 内存和SSD的温度很低 我们首先使用 吉莫克K15储机的 Ultra 5 125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5分49秒 共计949秒 949秒和1240P 12500H差不多的 也和同样是低压U的 MD-RAN7-6800U-7735U 差不多 CPU-Z多线程5194.2 单线程708.4 多线程程积极和7735U-6800U CPU-Z多线程积极和7735U-6800U CPU-Z多线程积超过了MD-RAN7-7735U-6800U CPU-Z多线程积极和7735U-6800U CPU-Z多线程积高于7735U-6800U CPU-Z多线程积高于7735U-6800U MD-RAN7-7735U-6800U 超过了AMD 7735U和6800U 接近1240P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989,769 CPU得分433,380 我们给Ultra 5125U运行OpenW测试 AES 873,507 XX20 459,394 Chromemark 374,0145 Chromemark成绩远远超过了7735U 和6800U 也超过了1360P和1240P 非常不错 都来到这儿了 点个关注不过分吧 谢谢啊 看看他能玩的游戏吧 英雄联盟1080P高画质 最后大团战100帧左右 原神1080P中画质 跑起来战斗起来30多帧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1020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96度 内存做显存 最高温度32度 SSD最高温度35度 我们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1920 Fire Strike 4527 Steelman Lite 9.73fps 稳定度99.6%通过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做成图表 来看一下 这个Intel Arc核显只有4CU 显然成绩一般 有些还垫底 这台全能小主机 装置了超级大满关接口 我们不能浪费 给它的奥克林克 外接了一个NVIDIA RTX 4080M 移动独显 也来跑一下3DMark Time Spy 18105 Fire Strike 42528 Steelman Lite 138.57fps 稳定度97.4%通过 把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来看一下 显然和其他4080M 4090M的跑分数据差不多 我们来以4K分辨率 玩3A游戏大作 低频线5 4K集团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帧 复杂场景接近70帧 转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平线4 4K所有选项全部拉满的画质 8倍抗拒尺 全程80多帧 赛博朋克2077 4K低光组画质 开启DRSS 没开增胜层 跑性能测试 爬到了59帧 打开增胜层 95帧 难玩啊 黑神话悟空 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4K自定义画质 超彩开到了50 开启了增胜层 最后结果是 100帧每秒 实战以下 到这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Ultra 5125U 低压移动CPU AlcLink外接RTX4080M移动独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4K分别率3A游戏中 CPU占用率最高不到60% 也能玩啊 不一定非要9800X3D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144Hz 8bit RGB显示信号输出 USB4和Type-C 还有DP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 4K144Hz 8bit RGB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USB4和DP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8位RGB显示信号 索利OLED电视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Hz 8位RGB非压速信号 英特尔ARC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FV视频 Youtube 8K60帧 AVA视频可以流畅播放 原厂NVMe硬盘测试 接近3500兆笔每秒 不错的 PCIe 3.0X4 存储读冻写能力 USB4接口外界雷电硬盘盒 3100兆笔每秒 这是不错的USB4外界存储的性能 Wi-Fi测试RZ616 Wi-Fi6E无线网卡 跑上了780兆BPS 算是我的Wi-Fi6无线网络环境中 不错的水平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Gi-MOK K45 装置了12核44线程的 Ultra 5125U 低压移动CPU 3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60W 待机最高功耗10.9W 按这个结果 100W的DC电源可以轻松搞定 室温20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7度 SSD待机温度26度 内存待机温度21.5度 这台小主机高兴了 模式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446分贝左右 社会在耳边是39分贝 可以算安静 这台全弹小主机 可以和我输出90W PD电源的 LG显示器的Type-C接口 一线通 吉莫克K15mm电脑 装置了12核44线程的 Ultra 5125U 低压移动CPU 35W的性能释放 性能接近1240P 也接近7735U和6800U 它最强悍的地方是 接口配置 这台小主机的接口 是最完美的旗舰大 盲观的水平 三个NVMe 双2.5G 四个高刷显示接口 包括HDMI 2.1 还有板载的 可以外接独立显卡的 奥格林克接口 这已经达到了 英特尔旗舰小主机的 最好的接口水平 USB4和Type-C接口 都可以PD和DP 显示信号一线通 真的算是强悍的 超级大满观接口 缺点吗 主要是125U 睿制的核显 只有4CU 算比较弱的 总结一下 35W的性能释放 齐平了AMD 7735U和6800U 散热和静音优秀 接口兼容性完美 这是目前非常优秀的 消费级X86迷里电脑 也是英特尔CPU 拥有原生奥克林克接口的 少数迷里主机之一 这次测试证明了 我们其实不需要顶级的移动CPU 就能以4K分辨率 玩3A游戏大作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vens 中文字幕——YK